短訊前景是怎樣的呢? 順節七日假,内地流動電話短訊發放了70億條,破了紀錄 一項調查亦都顯示用手機短訊拜年的人佔三成半 成為今年過年的首選拜年方式 中國移動通訊透露的數字 他們的客戶發送的短訊有60億條 正是隨即都有10億條 是前年全年短訊量加起來的了 中國聯通就說春節期間他們的客戶發了10億3000多萬條 比去年同期增加4倍 以他們收每個短訊一毫人民幣計,收入就超過1億了 整個中國内地來計,去年全年有800億條短訊發送 比較前年大幅增加5倍 這樣就意味80億元的市場 還未包括下載收費比較貴的圖像和零星等等 市場預期呢,今年會創新高 短訊在中國的出現可以追溯到1994年 但是業務跨越式的增長就是兩年前開始 中國移動在三年前的年底推出一種服務 它主要是呢,打一個舞台 在這個舞台上的話呢,不同的合作夥伴 像那樣的提供商的話呢,它是唱不同的戲 它的戲唱得越好 那麼的話呢,來看的觀察就會越來越多 在這個移動互聯網業務模式之中 中國移動將自己定位為短訊平台提供商 向至少幾百間服務提供商收錢提供通訊網 而服務商呢,就向手機用戶提供各種服務 好像短訊服務了 對於服務提供商,吸引他們的是分帳方式 用戶通過網絡成功發的短訊 每一條給的錢八成半由服務提供商收 剩下的一成半就歸中國移動所有 這種方式大大吸引人進真服務提供商 亦都帶動手機短訊生意突飛猛進 另一個通訊商,中國聯通 去年推出類似合作計劃 亦都吸引幾百間服務提供商參與 為了在短訊業務封口利潤之中分一杯羹 費心思 從網絡層面來說,我們會降低這個接入門檻 同時提供更好的接入服務 分享短訊利益的不單止兩家移動通訊商 還有提供各種短訊的互聯網企業 2000年底,內地三大日門網站 開始短訊業務的時候 大概誰都想不到 這一塊蛋糕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裏 膨脹到今天的規模 更加沒有想到 以短訊為主的移動互聯業務 給寒冬裏面的中國互聯網企業 帶來一流陽光 受惠於短訊市場迅速增長 他們近期業績都得以轉規為營 這個是網易公司去年第三季的財務報告 這份報表的關鍵詞就是盈利 不單止收入比上一季度增加近九成多 毛利率也都創下六成七增長的歷史紀錄 收入多了 因為來自短訊服務的收入多了 我覺得短訊是充分體現到我們網易的一個戰略 就是我們把這個巨大的互聯網用戶資源準備為價值 另一個入門網站守護 去年第四季非廣告收入已經佔總收入六成 其中就以短訊業務增長最快 證明我們守護現在這個模式還是比較健康的 在今年可能也許這個模式繼續能夠發展得非常好 還包括新浪的三大入門網站都很重視手機短訊業務 有專門部門負責市場開發 產品更新的速度也都很快 據統計三大網站的收入佔了整個短訊市場八成 也都有越來越多公司加入服務提供商的行列 競爭更加激烈 這麼熱的潮流自然引來犯罪 內地已經出現不同形式的短訊詐騙 假的手機短訊內容一般有三種 第一是說你中了抽獎 二是收錢提供六合彩貼士 三就是說低價拍賣當局沒收的走私物品 人家的名義詐騙 土地銀行保險箱領取物品 而遭到警方移送同時遭到申請羈押 而檢方的理由是有共犯載逃防止串供 是否說明了檢警仍有更新一步的偵查動作 或者是傳訊其他潛在的關係人共犯有待觀察 而目前深壓庭仍有法官進行當中 無限微信新聞 汪式杰 張家綺 台北報導 也是一則晚間的最新消息 那麼在台北縣土城晚間突然傳出瓦斯中毒的意外 有一戶高性人家疑似使用熱水器不剩 結果造成屋內四個人一氧化碳中毒 其中三個人情況是相當嚴重 不過所幸的急救之後已經沒有生命的威脅 51歲的高陰中接受高濃度氧氣治療後 情況逐漸穩定脫離險境 另外高陰中的高齡父母 也因為吸入過量的一氧化碳昏迷被送医急救 我阿嬤他就是洗完澡回去的時候 就是突然頭暈 然後又折回去看他們 就發現他們三個都倒在地上 經過急救三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而伯母吳佩芬出現輕微熊悶現象 經過治療也沒有大礙 家屬表示晚間八點 無配分在土城域名路233項住廚洗澡 可能因為使用熱水器時門窗緊閉 通風不良 才導致家人吸入過量一氧化碳昏迷 所幸及早發現沒有釀成遺憾 無線微信新聞 消音強林品函 台北報導 那麼在桃園警方在晚間 在桃園市追捕咽毒犯的時候 總共開了18槍 那麼這兩名咽毒犯呢 是在桃園市區駕車快速逃逸 結果行經中正路還有長春路的時候 撞上了路邊停放的車輛 那麼緊追在後的警方立刻是上前追捕 結果車上的咽毒犯一個人逃逸 一個人被捕 警方目前還在針對案情 進行深入的調查當中 好來看看那麼在白天的時候呢 那麼針對這個日文書籍極樂台灣 台北市長馬英九態度可以說是相當的強硬 向日本買春客宣戰 為什麼台北市長馬英九要那麼的生氣呢 原來馬市長的憤怒呢 是在台北市政府的網站上也引起了市民的熱烈討論 有人呢為馬英九加油打氣 但是卻有民眾質疑 市長震動的是成效有些 三個月前台北市政府被質疑掃黃不力 馬英九以重化回擊 向色情業者宣戰 我還在這裡啊 大聲的宣誓 我總有一天抓到你 你試試看 三個月後還是為了色情而宣戰 這次對象卻換成了日本買春客 台北市不歡迎日本的買春客到台北市來 來一個抓一個 來兩個抓一雙 掃黃成績單交出三個月 民意調查顯示市民滿意度很高 而馬市長也剛剛靠賞了掃黃有功遠景 想不到一本日本買春導覽 一下子又把台北市打入買春天堂行列 掃黃努力的形象付諸流水 叫馬英九怎麼不生氣 因此除了強調書上訊息是掃黃前的舊資料之外 更要拿日本買春客開刀 馬市長的震怒在台北市政府的網站上 也成為討論的熱門話題 有人為馬英九加油打氣 也有人質疑馬英九的震怒到底有沒有用 甚至認為極樂台灣是戳破了馬英九掃黃宣言 更有網友把矛頭指向外交部 留言說外交部印不起來 而且書是在陳前市長任內出版 馬英九怎麼敢震怒 有包也有扁 民眾的聲音正在監督著台北市政府的掃黃表現 我們看到台北市長馬英九這麼生氣的極樂台灣這本書內容是相當的火辣 那麼當中就公開介紹台灣從北到南的特殊行業 甚至還明白的點出哪些地方可以買春 而遭到點名最多的台北市中山區 那麼警方在凌晨就特別依照書中所提到的酒店暗圖領檢 不過到場除了業者無難的表情之外 最後還是一無所獲 警方表明來意因為雜誌大力介紹 中山區暗藏村色的營業場所 警方當作證據暗圖所記大林檢 繽紛多路搜索書中所提到的幾家特別的店 包括金華書鴉廣場 任勤Pub 美辣都酒店 Smile微笑卡拉OK 花園酒吧 以及新芳達理容院等等 不過一路查下來 有的不是沒做生意 不然早就是關門大吉 警方沒有特別發現 而業者全力配合 只希望不要影響生意 我們是走一個純性很健康的休閒事業 那相信以這樣不熟的報導 對我們往後生意來講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 這是另外一家受到雜誌青睞的理容院 二樓包廂剛好有日本客人 服務省趕緊向客人道歉 並用日語轉達警方領檢目的 業者表示電在路邊 日客雖多但都是純按摩 滑下大筆裝潢費 就算巡方客有興趣 他們也不敢做 其實像這樣的問題在以前我們就會常常遇到 那當然我們要給這些外國朋友給他一個非常正面的正面性的一個回應 那當然我們所從事的原本就是以走索壓體療的本質 那相信以這樣來講的話我們告訴客人說我們並沒有從事額外的一些所謂的幸福 晚間中山分局繽紛多路 林檢俠內十二家電 有的聞風乾脆停業一天 有的私下打趣 出的內容過舊 作者要用功來台灣好好觀察 無限文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我們看到日本出版社發行的這一本《極樂台灣》可以說是引發了軒然大波 不過我們再把時間再往前再拉一點 也就是在日劇時代的時候 其實日本人早就發行一本風格相當類似的《行樂台灣》 而且這個內容比現在的《極樂台灣》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翻開這本泛黃的書 裡頭一張張的相片都是穿著和服的女性 旁邊還附上了詳細的個人資料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行樂台灣》 這本書裡邊他內容非常詳細的記載著每一間酒店的店名 他的電話住址 還有呢 美威小姐他的照片 那還有就是美威小姐他的花名 也就是他的藝名是什麼 還有他的文明是什麼 還有他的年齡是幾歲 甚至於他本籍 他的籍貫是住在哪裡 那現在呢 是在哪裡 住在哪裡 那他在哪一間酒店 那電話是幾號 都寫得非常的詳細 民國二十四年 日本人在台北出版這本《行樂台灣》 內容之詳盡 比起現在的《極樂台灣》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每一間店的店名在哪邊 甚至於所有的火車時刻表 要怎麼坐火車都寫得非常的詳細 我是覺得這本書其實是更為詳細一點 梁志忠說 這本《行樂台灣》 目前已經成為它的珍貴收藏 他說現在出版的《極樂台灣》 再過百年也會成為 下一位民眾的收藏品 五星維新新聞 史珍康南投報導 好來看看白天的焦點話題呢 就是北港朝天宮在白天 舉行的新任董事長的交接 就職典禮 不過呢就在交接的典禮上 就上演了前任董事長曾蔡美祖 還有董事蘇宏月娇 兩個女人因為言語不合 結果當場大打出手 就職典禮上 是在一種各屬己見 大家對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或許對將來以後 整個的運輸行業的定價的系統 會有一個很好的幫助 從來看這個效果好的 我看大家多日有點 知無不厭言無不容 我想這個價格聽證會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能夠有助於 促進我們這個國家的政府 我們依法行政 據了解 價格聽證 只是價格決策程序的一個環節 主要任務是論證價格變動的 可行性和必要性 依據價格法規定 價格決策聽證是一種行政聽證 是政府為了規範定價行為 聽取社會意見的舉措 不過價格聽證會在價格決策中 就說昨天出現了空前火爆的場面 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 在12號晚向全國發表的電視講話中說 通過和平途徑解決科什米爾爭端 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共同責任 首批20名塔利班